姜黄不仅仅是一种调料 大家好,我是CrazyChinawoman 欢迎您来到我的种植频道 今天我们聊一聊姜黄 这是刚从地里收获的新鲜的姜黄 今天我们来这把这个姜该收了 我一看这叶子都黄了 我这地儿呢是半阴凉的地方 所以种姜是特别好的 那么姜什么时候该收了呢 就是你看看这些叶子 叶子出黄了 然后这个花呢已经都凋谢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收了 什么是姜黄 姜黄它是生长于地上 根茎呈金黄色 既是食材又是药材 偶尔还能客串染料 姜黄和姜一样 都是一种姜科植物 我们所食用的姜黄是植物的根茎 这个大叶子非常好 剪掉以后 OK 这个叶子 看这种叶子 这就是姜黄 其实真正为姜黄立功的 还是姜黄里面的姜黄素 和姜黄精油 姜黄是从姜黄里提取出来的营养素 每100克姜黄约有5克姜黄素 它和大蒜素一样 并非人体所必须摄入的营养 但是却能抑制细菌的生长 抵抗炎症 所以姜黄是天然的消炎药 它能够起到抗癌 调节三高 预防心血管疾病 支持健康的肝脏功能等 姜黄是脂溶性营养素 加油料理更好吸收 想要有效发挥姜黄的健康好处 到底该怎么吃才对呢 有营养师指出 站在营养学角度来看 姜黄素和B胡萝卜素 茄红素一样 同属于脂溶性营养素的一元 所以若能在烹调食用的时候 加入适量的油脂 更能帮助人体有效的吸收 天哪 你看我的姜黄长得好不好 全是姜啊 哦我的天哪 大秋眼 我的天哪 你看一看 一会儿我把它秋眼 放在那个瓶级的 那颗类的黏土那边 我的天 这么多姜我还要去洗它 但是我这地儿很多很多蚯蚓 难怪呢 我一会儿把蚯蚓挪到那个瓶级的土地那边去 太好了 我给蚯蚓一会儿吃点好吃的 我的天哪 就这么一块姜种 长了这么多 我估计今天10瓣都有了 crazy china woman 种的是crazy crazy ginger 我的天哪 别这么crazy长 我受不了啊 哎呦 受不了 太喜欢洗了 我的天哪 我知道为什么 中午不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一挖就是秋眼 一挖就是大秋眼出来 不能给秋眼挖坏了 你看这么多手 像不像手 好多的手 太漂亮了这块 我常用的还有一种方法是 把姜黄洗干净 切成小块 然后放在料理机里 打成非常非常碎的姜蓉 然后装在一个罐子里 上面放蜂蜜 这个蜂蜜一定要盖住姜黄 否则的话这个姜黄就坏了 这样我们加进去 蜂蜜 这样我们加进去 这样我们加进去 蜂蜜 一茶匙 我们喜欢这个热桂粉的味道 所以我会放一些 然后在微波炉里 稍微加热一下 融合一下 放入微波炉里 加热一分钟 时间到 非常非常好喝 如果你不喜欢黑胡椒 还有肉桂粉 你就只加一点蜂蜜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在做蔬菜水果汁的时候 我会放进去一块姜黄 这样非常健康有营养 味道还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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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复兴